瞧一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迷尼围棋短队局 说起围棋比赛呢 很多朋友心目中呢 都是两个棋手 隔着坐着坐着 眼睛紧盯着棋盘 浓眉紧皱 全聚精会神 在那拼命的思考 但是呢 也有奇怪的现象 就是在围棋史上居然出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一盘对局 而且是很重要的对局 不是以棋盘上的胜负 来决定这个 这盘棋的结局 而是这两个棋手中间有一个 吓着吓着中间 突然跑去睡觉了 这种棋文 也可以算是天下难得 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这盘 就是有一个棋手睡觉的故事 这还不是在小比赛 要说小比赛 您随随便便放弃了 也就算了 还是一个大比赛 在1980年10月 日本第六期天原战挑战者决定战中 出现的故事 挑战者决定战就是 你只要再赢一盘 你就可以进入决赛了 那就要翻棋决胜了 这个比赛 无论从奖金 还是重要社会的重要地位来说 对于一个棋手来说 都是不得了的 哎 戏剧性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这一盘棋参加比赛的两个棋手呢 一个是山部俊郎 一个是牛直帮错雄 两位九段 这个山部俊郎呢 是日本的一个著名老棋手 和腾子秀行 委员五雄 三个人是齐名的 是战后的日本新三雄 牛直帮错雄呢 是日本 这个关系棋院的 一个也很有名的九段 才能达到这个挑战者决定战吗 这个水平可想而知啊 哎 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弱点 就是下一下棋 经常迷糊就会走神 这个弱点对于棋手来说 可就是致命的了 由于他是关系的棋手 这个他的对手呢 山部俊郎 又是他的前辈 所以这盘棋 他要从日本的大 关系的大阪 专门赶到东京来比赛 以示对前辈棋手的尊重 也就是他离开了 自己的家乡 跑到日本棋院来下棋 所以才会产生 这个睡觉的故事 下面呢 我们先来看这盘棋 这盘棋 这个是山部俊郎 是黑棋先行 这个白棋走一个高木 准备用势力来和黑棋对抗 黑棋正常的挂脚呢 是从这里挂 这个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好 然后白棋怎么飞 黑棋再怎么得脚 也是很正常 为了求变化 山部俊郎少见的把这棋 下在了三三的位置上 这个是要彻底的抢失控 白棋下一手 准备把外势成的这个方向 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直接 彻底的取外势 随便你往哪边飞 它就都是 让你把底在底下走 你要在这边飞 它就在这边取外势 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这种下法呢 这个 因为你小间走得非常厚实啊 后续的变化就会比较少 谁让飞 这个变化就比较多了 由于正姿有力 黑棋拖 这个是一定要拖的 怎么叫正姿有力呢 就是说白棋如果搬下去 黑棋以这个二连星这边为背景 可以考虑断的下法 白棋如果打 这是第一个关于正姿有力的变化 想成这样 如果白棋能把黑棋蒸掉 黑棋就亏了 但是这个棋 由于有这个子坚硬的关系 蒸不掉 后续是不行的 后续被黑棋一压一活动 白棋的外势就出现了问题 拖 断 第二个变化 向上单场 这里有一个正姿问题 黑棋必须先打 白棋立下去 黑棋挡这个 白棋打吃 这个时候 假如白棋 正姿不立 只能爬的话 这个根本就不用讨论 这个黑棋敞过去以后 白棋二路爬边 火棋太苦了 所以这条棋能不能成立 是重要的这个前提 下一时候 白棋要在这吃这个 要在这吃这个 但是黑棋如果拐成立 而白棋这个蒸子又不成立的话 白棋就崩溃了 所以下 左上这个变化呢 一定要考虑到 蒸子哪一方有力的问题 所以黑棋突的时候 黑棋如果蒸子不立 是 就怎么办呢 假如蒸子不立 不敢断 就只好走这个变化 这个也是一个定式 这样黑棋得了一点实控 但是白棋的外势也很可观 基本上白棋不错的 所以黑棋轻易的不能选择这种下方 实在黑棋突的时候呢 是黑棋蒸子有力 所以白棋是退的这个 但是呢 这个从追求战斗的角度来说呢 这步退稍微还是有点松缓 即使蒸子不立 也可以考虑走这个 黑棋只有断 白棋打吃 黑棋立下去 白棋如果蒸子有力 尝这个就行了 因为蒸子不立 现在考虑这个变化 这个棋白棋也可战 黑棋只能挡下去 如果走这个 被一挡下去 这个脚全死了 黑棋明显亏损 所以黑棋也只有迎战 白棋退出去 下一步棋 黑棋如果成这个的话 比白棋这一加 黑棋就惨了 黑棋这个脚 这个做活什么的 都是非常苦 白棋这个马上就占了上风 如果小尖也没有用 小尖的话 这个地方轮到白棋先动手了 这个黑棋也是亏损 脚里空也不大 所以走成这个变化的话 黑棋必须要考虑卡这个 白棋如果肯加上 黑棋再长出去 这个战斗 这个就比较复杂 但是卡的时候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白棋也可以考虑强行立下 黑棋断打的话 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复杂 白棋拐斥 这个结局是对双方来说都是复杂的 因为白棋这里有个断 完了一滚吃 白棋和脚里可以杀气 气也很长 这个呢 是局部的关于这个定势的一个变化介绍 黑棋拖的时候 白棋没有战斗的决心 长 这样呢 变成了一个双方平稳的结局 黑棋凶得很 连续的爬三路边 从理论上来说呢 在三路边连爬和白棋在四路上 城外式相比 黑棋是吃亏的 每爬一个几乎就要吃亏一木棋 但是呢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黑棋在局部能够抢到先手 他可以占据这个 绝好的左边这个分头点 这一下呢 就把白棋外式的作用给限制 这就是黑棋之所以肯在上面连续爬的原因 白棋如果在这边逼过来 黑棋这个挂脚很好 这样呢 白棋这个地方先比较窄 幅度比较窄 假如你朝这边还有段的种种借用 这个地方外式都团在一起了 效率不是很高 所以呢 白棋不肯从这一面逼 这是好点 一边手脚一边攻黑棋 但是反过来 黑棋差二也很从容 这样呢 如果这边 这个外式不能往这边发挥作用的话 这个黑棋在上面抢到的时空呢 将来就会发生巨大的作用 这个也是 这个黑棋之所以肯在上边爬三路边的一个基本原因 这两步棋也无可非议 先把大厂扩张起来 黑棋拆在这 这步棋稍微有点奇怪 一般来说好像是不是应该走三连星呢 但是这样的情况 由于白棋在这左上有后视 黑棋要防止白棋从这里挂 他从这里挂并不可怕 从这里挂黑棋一应 这里边漏着风呢 白棋要在上边承控呢 效率不高 但是这边走 黑棋不管走位 跳也好 小飞也好 黑棋往这边都没有什么发展 因为这边有白棋后视等在那里 所以黑棋走这招棋 意思就是最大限度的限制白棋 在这边挂脚 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思路 这个黑棋呢 还是意识到 不能让左上白棋的外视呢 发挥作用 白棋呢 现在这个 要注意 这块棋如果不走 也很麻烦 被黑棋一挂进来 白棋不知道走什么 如果你立的话呢 黑棋就算跳出去 这里 有一个很厉害的打入 这里 有一个很厉害的打入 白棋一 没办法补 走在这里没有用的 这里打入还是有 因为这个子 本身还是有弱点 所以一旦被黑棋挂进来 白棋这边的空呢 就有可能守不住 所以白棋呢 先站大厂 手脚 这也是一部 这个相当之大的棋 可以理解 黑棋 手脚 这个这部棋呢 可以给很多 这个 业余爱好者们推荐 就是说 很多教科书上写的 手脚是这样 手脚的 然后再去这里打入 但是这样手脚呢 就是将来白棋 从这里打入的 这有一个次 这有一个点 这个右边的空呢 就不怎么实在 这招棋 看着好像很笨 效率不如这个高 但是呢 这招棋 它的好处是厚 将来白棋在这里打入 说这个点什么都不成立 所以这招棋 职业九段棋手 在大比赛中也肯用 就是可以考虑的成立的一步棋 下一步棋 是布局作战的分歧点 这个黑棋 这么厚实的走了一手之后 还不是走这个 走这个之后 你可能还有这个先手刺 还有可能有这个先手刺 等等 你还有借用 黑棋这个打入还不厉害 他这个走完了 这个刺都是明显的什么厚手 这边什么借用也没有 下一手黑棋的打入 理所当然的会变得更加厉害 比这个要厉害多了 这个时候 白棋应该是考虑 在下边组织防守 具体怎么防守 想注重这个中府外市的人 可以考虑 在这种地方防守 你再打入 他就要立下来 或者肩顶 或者这么照 这么震等等的 猛攻这个了 猛攻 这个是一种补法 强调要守边控的人 可以考虑在这里守 这样守了之后 特点就是结实 这个基本上 这个地方就是白棋的控 而且这走后了之后 再也不用怕 黑棋在这边打入了 白棋在这个 或者这里打入 后续手段就出现了 实际呢 白棋不肯在这里补呢 他是担心 黑棋把右边这个 时空都撑起来 但实际上 右边这个控 他撑不起来 白棋这里也厚 这里也厚 黑棋没有办法 一手棋把右边都补起来 比如说 你守这个 白棋或者这个 或者这个打入 都是很明显成立的 黑棋如果守这个 又觉得这面又没守住 白棋要想打入 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 白棋呢 在这个时候 感觉上没有必要 非常着急的 要进入右边的黑棋 这个是决定 本局布局流向的 一个重大分歧点 我们看到这个 牛志邦九段呢 这个时候突然 下出了一个 这个极为少见的下方 点三三 这部棋 可以说是多少有点违反棋理 而且和自己的 前面的布局相矛盾 到没有这招棋之前 白棋所有的棋都是取外式的 这个这边也在扩张 这边也是张势 同时呢 黑棋 这边的三连星呢 由于白棋 这边有后势 这边有扩张 已经变得虚起来了 不必再去抢控了 这个白棋 为什么会突然在这点呢 这招点 这个有点太急了 效果也不好 但是对此 黑棋也要小心 不要中了白棋的埋伏 人家既然敢这么走 肯定也是有他的用意 假如黑棋走这个 这个黑棋就上当了 白棋往这里一爬 黑棋 不管在这边承多少外式 都是没用的 因为你在这里承外式的时候 白棋这个头太硬了 正好把你的外式发挥 全限制了 白棋舒服 把时空捞走了 这个黑棋的明显的失败图 所以黑棋一定是从这边打下来的 白棋也只有跑 下一步棋 假如黑棋在这里扳 这个棋 黑棋又有可能有上当 假如你退 白棋再跑 这样呢 白棋先手把脚捞走了 这边长春的外式 又和这边这个头顶上了 双方互相抵消 黑棋这个外式 由于这个子拆的位置 窄了 不是在这里 也显得比较局促 这个也是白棋理想的参考图 黑棋假如搬 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如果连搬 白棋可不会从这里吃 这个是白棋 非常愚蠢的一个参考图 黑棋把这时空都拿走了以后 白棋这朵花拔起来 对黑棋任何棋子都没有影响 也没有发挥 自己这个这朵花威力的地方 大亏 但是白棋 黑棋连搬的时候 白棋就有可能 转向右方 这个段是定式的好手 黑棋如果顽强的拐吃这个 白棋可以把脚里补上 下一手或者要吃这个 或者要从这里尝出去 如果你补 他就把这跑出去 这个黑棋从这爬是不能忍受的 从这爬这边的所有的外食全完了 脚里也吃不干净 如果黑棋提这个 白棋自然是这么大吃 所以连搬不能成立 就是因为这个搬完有一个段 黑棋只能接在这 被白棋 这里要先手拔掉一个 这里先手拔掉一个之后 就算这个白棋走得再缓 哪怕就是走这个呢 黑棋右边这个模样也全没有了 这边这个外食方向也不对 还是没有发挥威力的地方 所以说白棋尽管点三三这部棋呢 显得比较突然 显得全局来看不怎么协调 但自然也是有他的道理 他也是想引诱黑棋呢 进入他的圈套 但是白棋爬的时候 黑棋这条城是后市的好手 不给你接接着的地方 看你怎么走 白棋这个地方如果随便飞飞之类的 白棋就是一个后手 黑棋尖顶一下 白棋还挺难受 不知道走哪里 如果推这里的话 这里有一个班 如果走这个的话 第一个他这个还是先手 第二个将来班上还有弃子 这种种可能 这样呢 这个黑棋就右上得到一个先手之后呢 白棋觉得在这边走就有点吃亏了 即使你这脚活得很大 你也是亏损的 因为这个黑棋发展成空的方向呢 将在这里 白棋的方向走错了 所以白棋一定要在右上一带抢先手 黑棋再长 很冷静 白棋再怕 黑棋再退 彻底的把外围走后 这个交换看起来 白棋先手活了脚了 但是黑棋在这里每长一个 白棋这边就单薄一分 这个双方的外势虽然双人抵消 但是黑棋的发展方向 正好有这个字 作为呼应 它是将来能撑大空的 白棋的发展方向 却完全被黑棋这两个拆着这个字 限制死了 将来还有可能不活 所以同样的 这边爬脚和这边爬脚 两相对比 黑棋在子力效率方面 无形中已经占了上风 由于黑棋这个头走后了 白棋这边觉得 自己有点单薄了 所以只好先走这个 虚张声势 黑棋跳起来 白棋刺 不硬手 对此呢 黑棋如果接住 白棋当然是从这里飞下 这个黑棋大亏 根拘地被夺走了 而且白棋上面这个外势呢 也变厚了 但是这招其实好奇 白棋 跟着如果冲过去的话 这个是不能成立的 黑棋可以从这里壶 白棋如果挡住 黑棋从这边出头之后 白棋下边这个模样 尺寸了 这个而且黑棋这里 本身已经够活了 这个白棋在这 多走几个之后 没有什么用处 外回 外势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黑棋虎的时候 白棋如果退的话呢 黑棋从这冲出去 又特别厉害 尽管我们说 白棋从这里走了几个之后 这个 对这边的模样 大有好处 但是黑棋在这边 连续压出之后 再一看啊 上面这道白棋外势 已经变成了姑棋 将处于特别辛苦的 忙活状态 也就不能真正 把这个外势经营好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是不能往外冲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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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只好继续扩张万事 黑棋补一手 这个要补 补补下一手 他要冲了 再冲这个黑棋就难受了 这几个交换完之后呢 这个左边黑棋这个拆尔彻底厚实了 白棋现在希望按道理说 还是应该在自己的大模样上 这个实战呢 白棋跑到这里去打入 思想方法也不够连贯 这个时候还应该以我为主 老老实实的把下边的空守住 黑棋现在打入肯定是不成立的 白棋要瞪脸要硬吃了 因为这个白棋子太多了 黑棋如果去围右边 虽然看起来很大 但是白棋这边也不小 比如说黑棋围这个 白棋 就算这里飞 继续扩张 下一步棋 白棋要在这里封住了 这个又是好点了 黑棋如果出头 白棋这边呢 就算怎么轻掉一下 让黑棋硬 白棋再从这里飞起来 继续扩张 这样呢 虽然全局好像黑棋这条边很厉害 但是仔细看啊 白棋这条边 威力也不小 这个是慢慢一盘慢慢下来去的棋 由于这个棋 黑棋还要贴墨啊 这个棋 白棋虽然不见得优势 但是局势也不见得太差 所以这种局面下 没有必要急着先去打对方的空 可以先考虑把自己的防线先守住 白棋急着去消控 结果遭到了黑棋凶悍的打入 这个一打入之后 这个砸钉的这个子的威力啊 突然就发挥出来了 没法吃这个黑棋 而且白棋自己这个子呢 很为难 假如按通常 守这边的空 黑棋就小尖把这个吃掉 同时这两个子 还对攻击这个子有帮助 这样这个白棋实控不够 因为这个没有太多成空的地方 这个棋还要狼狈的逃 这个一逃 黑棋这边和这边又都扩张起新的空了 这个则也死了 死干净了已经 这个不行 小尖也不行 被一出 一走 黑棋或者就在那里拖 就地作业 或者还可能从这里拖 瞄着这个断点 这个断点太厉害了 所以正面作战 白棋总是不行的 白棋想了半天 没有办法 只好这样轻处理 黑棋尝 白棋只好接住 这个就是顺理成章的变化 再爬 白棋如果搬住的话 这里有断点 为了后视起见 还是只好退 这样呢 黑棋又从这里搬过 对局进行到这里呢 全局形式 黑棋按说是不错了 把这个控权掏掉了 但是呢 局面也还早 毕竟现在只有 双方只下了51首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 日本那个天元战 挑战者决定战 算是大比赛 是用美方六小时的 这个对局制度 下到这个时候呢 白天已经过去了 这个已经进入晚上十分 已经双方要先吃完晚饭 然后准备挑灯夜战 双方进入大独秒阶段 这个时候呢 由于是牛之邦呢 是从关西到日本东京 他来下棋的 他在日本棋院呢 日本棋院还是很照顾他 因为大比赛专门给他 安排了一个房间 您可以到那随便休息 两位棋手 吃完晚饭之后呢 这个山部呢 本身找朋友聊天去了 不说了 这位牛之邦先生呢 他居然是跑到房间去 睡觉去了 这个是所有人都想不到 因为棋手啊 这个比赛期间 这个大脑血液的高度集中 精神也很亢奋 吃饭都吃不下去 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 这位先生 不知道是因为形势不是太好呢 觉得郁闷呢 还是怎么呢 他就跑到跑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你要不是敲的就躺着就要睡了 他没想睡啊 糊里糊涂就睡过去了 等到这个比赛要开始了 这个职员日本棋员的职员 马上乱找啊 说这个这人哪去了 这么重大比赛怎么不见了 以为他在这个逛街去了 附近或者坐地铁站 出了什么交通事故了 马上就杀出人去啊 在附近周啊 拉网似的搜索 要赶快把这人找回来 就没有人想到 要回宿舍去看看 这起手是不是睡着了 当然这个 不可能有人往这 这方面想了 结果很多人去找了半天 日本棋员周围都找遍了 也找不到这位牛志邦先生 比赛开始了 对局终于想 两个家往前走吧 走走走走走 要进入独秒 他还不来 人没找着 这个时间超市了 所以这盘非常重要的比赛 就这样意外的 以牛志邦九段 睡着了 而结束了 这就是围棋历史上 极为罕见的一个大事件 睡觉错过对局的故事 今天这盘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